那就是因为金牌防港啊 我们很爱郎平 大家好 我84岁了 排了三个小时的队 拿到的票 那么现在呢 就是我们的跳选梦之队 那么八个项目拿到了七枚金牌 首先就是问到了吴敏霞 努力之外还有爱情的滋润 其实对于我来说 其实从内心来说 我是有国家的培养领导的信任 然后加上教练的教导 以及工作人员的帮助 再加上我们整个团队的力量 所以才能支撑我 还有在站上舞台的那一刻的勇气 所以不会去偷吃东西 你呢 我也不会 对就正常吃饭的 好 我们的队员是这样回答的 吃饭在一起 你怎么样去控制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呢 体重是很重要 但是有的时候吧 可能要开始 奥运清一代表团 兵奔多路 开始了重头戏 而今天晚上的这场综艺节目 可以说是把他们的房小明 还有一些其他的政府官员 那么今天活动的主持人呢 是香港的一些知名的演员 还有歌手 大概有四十多名小朋友 和热爱 从我们采访当中啊 我们也了解到 观众们就说呢 他们非常欣赏 奥运精英代表团的 这些运动员 在奥运赛场上的 这些比赛的场景 那么今天这个融合的场景 就像洪荒少女 一路帮手啊 所以Cindy你说的 未必成立啊